知名IC设计公司翼龙电子 今年成立满30周年 7首26家供应商卫星竹 县市30所中小学充实教学设备 2 1 请启动 哇 来面热情掌声鼓励 谢谢 由翼龙电子发起这项爱心工艺活动 募集到的物资和现金价值300万元 依各校所需由翼龙电子统筹采购 将物资配送到每所学校 现在1月11日很流行 想说对整个环境社会 是公司治理这方面 我想我们的工艺商还有同志们 大家也认同公司应该取知社会 而且要对社会 尤其是比较偏向的部分 我们这次比较偏向就是说 因为不要因为地理环境 还有经济环境的不同 让他们希望得到公平的教育的环境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26家企业伙伴一起响应 翼龙电子这项工艺活动 也获得学校师生的热烈回响 透过实际的物资 有效改善教学现场 其实各企业之间 大家的活动互动一直都有在进行 我们也了解目前大概就是说 园区这些科技公司 都是要朝着永续经营去做的 所以有机会能够投身在一些工艺的安排 这个对我们来讲 大家应该都是义不容辞 所以这次能够跟我们的重要客户 翼龙一起参与 这个我们觉得非常高兴 这次捐赠活动包含了新竹 县市三十所中小学 其中对于非山非市的新竹市水源国校来说 能够获得关注易住教学设备 相当感谢企业的支持 它所谓的物资的话 是应应学校的需要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所以可以看到每一间学校的需要需求都不同 那翼龙电子这边 包含这些厂商所易住的 主要是在于经费 那经费所构置的物资里面 就由学校里面去自由云药 那真的是 是切合学校的需要 去做所谓的物资 未来翼龙电子将持续吸手企业伙伴 关注偏乡的教育需求 带给孩子希望和温暖 也让企业的爱心永不间断 记者万事连采访报答